超級大桌的 噢! 今天 幫我們Amazon mallium vm lodge 鮪魚的susci 哇! 有沒有看到?! 這是最高樓成10樓 你看 很多結冰的地方 其實還蠻危險的 而且我們背著寶寶 走得還蠻膽戰心驚 恩 我們剛剛從昨天住的露營區來 去走了一個斷崖 Black Leaf 還蠻壯觀的 要是要走一條斷的路 不是很好走 但我覺得有多餘時間可以值得去走 喜歡看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顧客餐 會經過那個高地鄉村的位置 這個餐 然後帶準備一場顧客餐 上面挺深藏的那個fish shop 你就可以買鮭魚自己回去煮 有摸的襪子 鮭魚娃娃 你該不會喜歡吧 然後這邊就是cafe 就是吃飯的地方 鮭魚 這邊是吃飯的地方 在這邊可以自己釣魚喔 釣自己的魚自己吃 風好大喔 就被蓋錯了啦 你怎麼跑啊 有可憐 喔 會油喔 炸囉炸囉 後面有這個盒子 換進啊你要抖那邊 就在家 對啊按家 我獲得了鮭魚飼料長這樣 原來是這麼小顆啊 來我們來看鮭魚喔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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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有有有有有 有一個人 這裡好少喔 那邊是最多的啦 我們再往來這邊會不會 我們稍微多一點 嘿! 喔! 厲害吧 他們是鮭魚啊 半邊 這邊有侵蝕 重點啊 是身體片啊 半分 small, medium, large 價格 今天他們的口味也蠻多種的 看我們點了東西 這是一個SUCHI 鮭魚的SUCHI 給你看 長相 然後這是中邦的鮭魚 這份25塊 所以是台幣500塊 好像還行 然後這是他們是自己養主的 所以它外面啊 你可以餵他們的鮭魚 但是這個就有點貴了 這是味噌湯 這個要四扭度 蒜子裡面沒有料 只有一點點海帶牙 還可以 你們在吃鮭魚鮑當中 應景啊 說好 是什麼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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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風太大了 所以我就不下去了 我在撐裡面沒有寶寶 看這個黃真的很美耶 這顏色 不可思議 超級不可思議的淡染色 有點綠色成分在 聽說這就是 庫克山溶下來的雪 呈現的顏色 很純淨 很man 賣女兒 好可愛 好可愛 這邊是Jacking的大廳 Reception 這邊有咖啡清洗 我們來搭一下電梯 有什麼表情 有沒有看到 超漂亮的 這邊應該是他們忘記的時候也會開的Reception 這邊應該是他們忘記的時候也會開的Reception 但現在淡季所以沒有開 然後後面 就是停車場喔 現在來開箱我們在庫克山做的影視飯店 我們直接看一下 窗門的景色 這是最高樓層10樓 超級壯闊的 真的很推薦來住一次 走過來 我們已經睡過一晚了 所以床有點亂 它就是躺在床上 就可以直接看到風景的角度 然後我們帶Baby 所以有一個嬰兒床 辦公桌也是設計在床的後面 當你在這邊辦公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看著庫克山的view 非常的愜意 然後它的旁邊是有點和風的設計 我覺得還蠻 蠻妙的 再來 是一個小吧台 它裡面 這邊有一些膠囊啊 茶包 這個是可可亞 下面是冰箱 這是衣櫃 有浴袍 浴袍材質 就是毛巾布 還行 然後通常在柳西蘭的住宿裡面 都不會附有妥協 基本上也不會有打刷 但是影視飯店也有 然後他們家的吹風其實我 柳西蘭我目前有最強的 浴室的設計 我覺得很漂亮 但是有一個很調補的地方 就是它的開關設計在這邊 然後臉膨頭在那邊 變成說 他要先在這邊開 在那邊洗澡 就是有一點 大概是一兩步的距離 這個放了木用拼的小格子 很可愛 是模式的 這個鏡子很美耶 這下面有一個感應燈 就是晚上的時候你起來 它就會直接感應 很怕 從庫克山飯店走出來 就可以看到一片超美的山景 五月底六月初的時間 山上還有積雪 外面的步道 推娃娃車也可以走 只是有點波度 上坡的時候有點辛苦 大概步行五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來到 庫克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這邊有許多有關庫克山的歷史 地貌 人物 動物 食料可以參觀 共有兩層囉 其中這面牆 林銜方塊設計 背景就是庫克山 超級美 有時間的話推薦你們可以來玩 這邊呢 有一個房間 是以前人住的 但是它這個 也太小了吧 很難翻身耶 這個不知道是他們原住民的衣服 還蠻酷的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動物的標本 就會做的都很細緻 不知道是做的還是真的標本 就是很酷 當然 奇異鳥也有啦 這邊還有 baby 小朋友的玩具可以玩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晚餐我們選擇在庫克山影視飯店裡面用餐 只要在入住之前的30天前 到影視飯店官網預訂 就可以享有住房早鳥假 因為有早鳥假的關係 所以我直接訂了一博二食 畢竟我們帶著小松露寶寶 如果還要開車下山去密食的話 有點麻煩 所以就一次在飯店裡面通通解決 至少紐西蘭的Buffet 總而真的沒有很多 有一種冷盤米熱死還要多的感覺 不過沙拉跟配料是還蠻豐富的 如果你有特外國味的話應該會很喜歡 起司跟火腿也很好吃 另外必吃的就是 鮭魚們吃到飽 所有有鮭魚生魚片跟夜燻鮭魚之外 還有鮭魚鍋收拾可以吃 冷盤還有鮮蝦跟蛋餐 至於熟食部分呢 就沒有那麼多 不過牛排烤雞烤鮭魚烤羊排 燉肉等等都有 還有義大利麵跟印度咖哩飯 也是可以吃得非常飽足 甜點種類不算少也不算多 但是飲料的提供就超級弱到爆炸 根本沒什麼好拍的那種 與其拍有什麼飲料 我覺得拍小松露第一次吃牛丁給你們看還比較有趣 很酸又想要吃 看完菜我們就回去休息了 因為是冬天的關係 所以大概8點多天閃亮 我稍微早起了一點點 把手機架在窗邊 看看庫克山日出的縮食 不過圓層有點厚 稍微可惜 但是錄起來效果也是不錯 隔天一早我們要出門健行 才發現原來除了咖啡餐廳之外 還有一間輕食餐廳 而且view也超級好耶 如果想要省一點錢的話 可以來這邊用餐 因為他們的餐點價格 一個大概是10塊紐幣左右 我覺得CP值還蠻高的 就是一般的紐西蘭物價 從餐廳走出去 眼前這般廣闊景色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超級心曠神怡 雖然住在這邊有點貴 但我覺得天氣好的情況下真的非常的值得 不過我也有朋友是來住的時候 天氣超級差 所以他們就算住了再高的樓層 窗外景色一樣是一片霧蒙蒙 就還蠻可惜的 可能說老天爺真的非常眷顧我們啊 到庫克山玩有兩種旅行方式 一種是健行步道 另外一種則是活動體驗 跟大家分享三條庫克山健行步道 一條是庫克貝Lick Track 第二條是塔斯曼Lick Track 第三條是Kearpoint 因為我們有背寶寶的關係 他還沒有辦法自己走路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比較簡單的Kearpoint 假如你的預算夠的話 也推薦可以參加塔斯曼冰河健行 冰河船或是搭直升機遊覽 但因為這幾項寶寶都不太適合參加 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還蠻可惜的 很多沒有辦法在這次體驗到 但沒關係 之後還有機會回來吧 我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次走Kearpoint的心得 因為是初冬的關係 庫克山剛下雪 然後出現了一些溶雪 所以地裡沒有很好走 很多結冰的地方 其實還蠻危險的 而且我們背著寶寶 走的還蠻膽戰心驚 不過後來也發現其實不只有我們背著寶寶健行 光來回我們就遇到了兩三組都是背著寶寶一起在健行的 爸爸媽媽 說是不辭辛苦啊 對我們也是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的湖 超漂亮的 看 那邊是冰喔 不是冰 是冰河 它是冰河 就是因為地球暖化的關係 慢慢融化 然後現在變成比較多湖水的地方 我們剛剛遇到的是 就是經常在這邊進行的跟我們講 可能十幾年前 那邊冰其實還是很多的 但現在就是變成比較多湖水這樣 這個經典超值得的 就是一定要來走一下 嗯 你看多美啊 一開始我覺得很蠻妙的 平地而已 後來真的是很刺激 是不是超漂亮 看一下我女兒 哇 小松露 我們剛剛是從影視飯店過來 那大概走了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我們中間還有 那小松露喝奶 對 先讓他喝奶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走 因為這現在是五月底的天氣 現在看到很多雪 那路上就是有一些積雪 走的路其實還蠻滑的 有點可怕 之後的話可能就不太適合來健行 如果你有可以走結冰路的鞋子的話 你再來 但如果是夏天的話天氣好 你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樣呢 下次見囉 哈哈 GO 好的 那我們從南往後正往北的南島之旅 下一站就是 蒂卡波湖 耶